恶魔果实没有强弱之分 说的一点没有错 六个看似普通的恶魔果实 都被用出了神级效果 成就三位大将级强者 以及三位四皇级强者 第一个 甜甜果实 从名字上看 甜甜果实很普通 能力也不清楚 结合汉库克的绝世容颜 不仅能迷倒男女老少 还能将敌人瞬间实化 汉库克的飞吻可以实体化 也能造成物理伤害 前海军元帅战国说过 汉库克拥有霸王色霸气 战斗力也非常强悍 剑到轻质对陆飞下手 愤怒的汉库克差点攻击轻质 是自信有接近大将的实力吧 第二个 肉球果实 吃下肉球果实后 手掌会像熊一样长出肉垫 获得弹开一切的力量 可以将刀剑的斩计弹开 也可以将人拍飞到千里之外 体内的伤痛也能被弹出来 在香多地群岛 暴君熊主动介入黄元与雷丽的战斗 也是自信有匹敌他二人的实力 第三个 诺诺果实 吃下诺诺果实后 身体会变化成年糕 拥有随意改变身体形状的能力 诺诺果实属于超人系 却拥有自然系果实的属性 也被定义为特殊超人系 在卡塔库利的开发下 诺诺果实已经达到觉醒状态 配合能预见未来的剑文色霸气 让卡塔库利拥有了可以匹敌大将的实力 第四个 橡胶果实 当年有不少海米土头 为什么给露飞一个废材果实 殊不知橡胶果实是一个伴 不仅属于超人系 还属于动物戏幻兽种 也是传说中的恶魔果实 在橡胶果实未觉醒前 陆飞靠着一档到四档 获得了第五皇的称号 觉醒橡胶果实之后 陆飞击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 实力达到四皇级别 第五个 人人果实大佛形态 吃下人人果实大佛形态后 战国能变成一尊巨大的金色佛像 也获得了非常强大的攻击力 可以释放超强的金色冲击波攻击 仅仅是一巴掌 就能将黑胡子海贼团全员拍吐血 战国是白胡子的老对手 两人的战斗力也应该属于同一级别 第六个 猫猫果实暴形态 相比动物喜欢受种恶魔果实 猫猫果实暴形态显得太过普通 吃下猫猫果实后 陆其并没有获得特别的能力 靠着海军六世与恶魔果实的结合 成为八百年来最强的CP9 在司法岛被陆飞击败后 陆其用了两年时间成为CP0 对元帅赤拳也毫不客气 实力有没有达到四皇级别呢 欢迎海米留言讨论